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亮光 我们今天一起来读 撒姆尔记下20章 这里记载士巴 他是斐勒当中带头的 他集结以色列人来对抗大卫王 士巴竟然是一个变雅米人 所以从这经文看到 很可能他希望恢复 这个扫罗的王朝 大卫王就派约牙与他们对抗 约牙很跟随的人 追到了伯玛家的雅比拉围困士巴 那有一位很聪明的女子 出来与约牙他们来谈和 他表示他们的市民 是爱好和平忠厚的 他就承诺说要交出士巴 来解除城市可能被毁 人民被杀的危机 最后呢 这名妇人凭着他的智慧 去劝询众人 他们便割下了士巴的手机 丢给了约牙 那出来造反的是士巴 并不是这城市所有的居民 这位妇人很有智慧的 化解一个城市 免于被毁灭 伤及无辜 想想看 我们是否有智慧 去处理一些无谓的冲突呢 这名妇人 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 却值得我们去学习 社会上有一些纠纷冲突 有时候是因为少数人 去煽动人去做的结果 造成两败俱伤 那其实我们若冷静下来 仔细去想问题的原因 适当的去提醒一些人 不要随着恶人起舞 要选择站在公义的那边 很多无所谓的冲突 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 台湾人常常有人调起某些议题 不是站在公义和真理上面 造成不必要的冲突 那我们教会基督徒 应该出面来劝导 以免有些人被欺骗 调起这样无谓对立 那教会内其实也是如此 愿我们都成为一个和平的使者 站在我们的岗位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